窗户外面 一个怪物 手里抓着一个老太太 行走在白米高的大厦墙上 蜘蛛侠挡住去路 可章鱼博士故意撒手 他使劲一拽 老太太飞身而起 丢雨伞挂住了雕像 但顺数大了 力气不够 直往下突浪 这边蜘蛛侠摆脱了章鱼博士 试图上去迎镜 可刚爬到一半 就被鸡蟹手臂一爪子薅了下去 两个人打得难舍难分 在白米高空互相紧紧地拥抱 万家互相移动大电炮 最后直接撞进了一家办公室 这边的老太太 到了还是没扛住 手一松 嘎 掉了下去 还好有惊无险 老太太刚缓了一口气 这烦人的章鱼博士 又把他抓了起来 蜘蛛侠在对面 把珠网的弹力拉满 就像射弹弓一样 把自己发射了出去 老太太一看事不好 抄起手里的雨伞 哭擦一下 就把博士的眼镜干稀碎 不幸的是 自己也被甩下了楼 蜘蛛侠飞身而下 救起老太太 回首一个大忧 直接就荡走了 章鱼博士顺着墙 也消失不见 回到了自己的秘密实验室 所有的设备全部搞定 现在就只差一样东西 穿元素 于是章鱼博士 找到了富二代哈利 哈利只有一个要求 就是帮他活捉蜘蛛侠 杀父之仇 他要亲手去抱 章鱼博士让他准备好穿元素 扭头就去抓蜘蛛了 这边的彼得 正在和小美交流工作 突然感觉身后有危险 章鱼博士抓起小美 迈着六心不认的步伐 走向了高塔 他挑选了城市中 最高处的钟楼之上 和蜘蛛侠展开了生死决斗 看来双拳确实很难敌四手 蜘蛛侠着忙活 但还是有点招架不住 哭擦一下 干涉了大中的时针 他摊手利用猪网 来了一招漂亮的反击 然后站住章鱼博士 从钟楼的顶端 两人一直打到了高速行驶的火车上 章鱼博士牢牢抓住火车皮 一个大甩 蜘蛛侠立马表演了一个空中杂技 回头就扑向了章鱼博士 在撕舍的过程中 章鱼博士抓住他的胳膊 就是一顿无形的摔挡 对面驶来一列火车 他赶忙撒手 没想到蜘蛛侠韧性十足 很难制服 他跨扎一下 抛出来两名乘客 使出了阴招 一手一个往处扔 蜘蛛侠也是一手一个 全部粘到了蜘蛛网上 章鱼博士跨跨两个垫步 一爪子踩进驾驶室 直接怼爆了操纵杆 火车瞬间刹车失灵 他呵呵一笑 自己先跑了 而火车的尽头 却是一架百米高的铁轨桥 蜘蛛侠让身后的人抓稳了 自己一个大跳 打算用腿灯的方式 把火车停下来 可没灯躲一会儿 就受不了了 好学没把自己的腿干舌 看来只能用珠网的方式 来拯救身后这一车 无辜的平民了